内法院长韩国瑜在中秋节 献59次祝福 无论团聚或远隔 能拥有内心的平静与喜悦 这话中似乎有话 因为18日将召集超义协商 蓝绿白都赞同在20日开议 但国民党团则主张 当天就要种植询 有意思 确定吗 这立法院又要热闹了吗 因为新会期的首战是这招委布局 从内政经济 交通教育蓝绿两党人选底定 其中国民党敲定的 恰巧是桃园四个立委 而在未怀民进党拟推刘建国 不过同样还未定调的 则是蓝营在外交委员会安排 另外因为柯文哲涉探案 被认为是重中之重的司法委员会 国民党吴宗憲 汪小林都有意愿争取 民进党则拟推派的是 庄瑞熊 关于目前的查币 关于目前的竞选经费的申报 那还有诸诸多多 检调连 他们的各种各式的议题 我想都会是在野党基于 要来寻求表现的舞台 毕竟于上会期 赵伟可排议程 角色格外关键 指国民党是否会 礼让赵伟给民众党 不排除两党合作的可能 原则上我们还是 以我们国民党的 委员为主来担任赵伟 我们还没有讨论 但是我认为不会很强硬的说 一定要去推 一定要去要 蓝营看来态度明确 以不离让为目标 只是眼看蓝白是否合作为民 民进党已备战好 党团弃让 从总招干事长书记长 都已成行接战 蓝白两党现在到底要和 还是会各走各的路 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民进党的五一战队 是已经做好了战斗位置 毕竟蓝绿白将迎来 嘲笑野大的第一个预算会期 立员攻防恐怕更将激烈 TVBS新闻花车四年轩 台北超报道